我国APAC领袖代表张周谋结束两天的领袖峰会 晚间宴请台湾代表团 台湾媒体团 当地侨胞 还经见会答执行长黄仁勋带着妻子出席 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至此指出 近年国际社会对台支持度拉高 大家都在看台湾如何确保民主自由 以及实现经济发展 而台湾也做到了 未来会持续强化台美关系 我们坚信和平稳定 是台湾繁荣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 和平稳定是台湾人民的期盼 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信念 台湾将持续秉持 这个良善的坚持与信念 强化台美关系 强化与国际社会的互动 强化台湾人民对自己国家的骄傲 萧美琴随后介绍特别来宾 美国众议院议员前议长裴洛西 引起现场热烈鼓掌 裴洛西也不断重申她的挺台立场 稍后面对媒体询问 怎么看传出萧美琴 将担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副手 她则是胜赞萧美琴的工作表现 没有人进入训练的 除非说 多么高兴我们的 她是代表的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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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真的一个 专门的赛产 一个论者 一个论者 一创业的论者 一创业的 一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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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洛西最後還為台灣做起美食外交 說起自己90年代末期到台灣訪問時發現 好的中華料理廚師都在台灣 所以他要告訴大家 想吃最好的中華料理就去台灣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謝嘉欣 在美國舊金山的採訪報導